三生有幸由联峰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为我们讲解关于节肢肠癌要如何筛查如何治疗 三生有幸精彩马上开始 他是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 格拉斯哥皇家外科学院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 新加坡科学院医药研究员 他是美国节肠和职肠医师协会会员 亚洲内境和腹腔镜手术医生主席 新加坡节肢肠手术医师协会会长 他是东南亚达芬奇外科医生 唯一指定的机器人节肢肠手术医师 擅长腹腔镜手术 肛露手术等 他就是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纳医院 职肠节肠外科医师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许志祥 成人大肠 全肠约1.5米 包括节肠和职肠 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患有节肢肠癌呢 哪些信号会提醒我们 应该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了呢 三生有幸精彩继续 非常高兴啊 今天我们三生有幸节目呢 走进了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纳医院 采访到了亚洲内境和腹腔镜手术医生主席 同时他也是新加坡 节肢肠手术医师协会的会长 许志祥教授来为我们大家具体的解读一下 关于节肢肠癌这样一种疾病 到底是怎样的疾病 在早期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症状 可以提醒我们 有什么样的检查手段 可以帮助病人提前筛查 我们来认识一下徐医生 徐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你好 那今天我们要跟观众主要来交流的这个疾病 是关于节肢肠癌 实际上这样一种癌症呢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是一个什么样的发病率 如今在中国内地呢 它的发病率也是逐年增加 而且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那么目前在新加坡这样一种疾病 它的发病情况是怎样的呢 新加坡直肠节肠癌的发病率 现在是排第一 整全国的癌症的距离呢 是直肠节肠癌是最普遍的 最普遍的在所有的癌症当中 是排在威胁人们健康的第一位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一个发病率 那什么样的人群又算是这个 节肢肠癌的一个高发人群呢 大多数是年纪比较大的 超过50岁的公民都会有这个风险 大多数是男女性 分开来的距离是相差不远 直肠癌呢 男性是比较多 那年纪方面呢 我们目前也看了比较多年轻的病人 得到直肠节肠癌 我本身医过的最年轻的是20岁 最年轻20岁 是结肠还是直肠癌 结肠癌 那结肠癌和直肠癌实际上它是两种疾病啊 但统一都是肠癌 对 因为我们的大肠分成直肠跟结肠 但是两种癌症都算成大肠癌 跟年龄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关系 对啊 当然我们年纪越大 我们的能得到癌症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嘛 这个节肠肠癌 它在早期啊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症状 提示我们要注意了 有可能您的肠道 有这个癌症的可能性 什么样的信号 最普遍的就是排便出血 排便出血 对 我们在新加坡很多病人呢 他们一提起排便出血呢 他们就想起自肠 对 但是我们一直要提醒他们说 你年纪超过45岁以上 排便出血呢 不一定是自肠出血 一定要检验直肠结肠 另外一种病症呢 就是排便习惯变化 排便习惯的变化 这个怎么去理解 这个习惯 就是说比如说你每一天排便 是排便一次或者两次 然后它变化成可能比较便秘 三四天排便一次 或者呢 一天排便五六次 长一段时间 这个是不正常的嘛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病症呢 这种症状呢 一定要去做一个检验 通常来讲 有的人可能是一天一次 这样的习惯 那有的人可能会一天多次 但实际上这个习惯 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 自己的状况而言的 不是说一概而论的是吗 有很多病人问我 我应该一天排便几次 才算是正常 我的回答就是说 没有确定的 个人个人不一样 个人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 每天都一定要去排便 对 有些人每天准时早晨就排便 有些人一个礼拜排便一次 对啊 这个是正常吗 这个是他的 他的规律 他的规律 他的习惯就是这样 我有些病人也说 我没有什么确定的 我想去我就去 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就不去 这个就是他的习惯 比如说这种病人 突然间前几个月 每天都要去 去几次 这就算是 习惯变化 这个就是 有一点不正 一定要去做检验 腹部痛 对啊 腹部疼痛 是什么样的疼痛感 不是说 偶尔一正 或者一次 这种 这种不算 一定要一直 长期的一段时间 一直痛 你不能了解 不能解决 吃了药也没有 不好 止痛药也没有 没有什么进步 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病状 另外一种病状就是说 突然间胃口不好 体重下降 这些全部都是 会令我们有一点 怀疑的现象 食欲下降 然后体重也下降 然后小腹的疼痛感 如果要是长时间存在 再加上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那两个信号的话 就提示大家要到医院去做一个长导检查 医生提醒 当出现以下症状时 应去提高警惕自己是否患上截肢肠癌 一 大便习惯异常 排便次数增加 同时出现少量粘液性变 粘液血变 经治疗不好转者 或经治疗后好转而复发者 应及时确诊治疗 二 既往有粘液变 腹泻病时 但症状轻微者突然增重 与原来排便次数 排便的性质发生变化时 也应再次复查确诊 三 无明显原因的便秘 与腹泻交替出现 经短期治疗无好转者 应去医院做直肠部位的检查 四 排便费力 排出的大便有压剂 槽钩状 扁条状 细条状等 一定要做直肠直诊 以上四种情况 有任何一项都应及时去医院检查 肠道健康如何维护 哪些检查手段 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找到发病点呢 三生有幸精彩继续 有的病人可能出现了这样的征兆 他自己又及时捕捉到了 那么到医院里去 现在我们的医院 都有什么样好的检查方法 可以帮助病人准确地筛查 最理想最准确的检验方法就是内窥镜 所以我们如果用内窥镜检验大肠 我们就叫做肠镜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肠镜是给我们医生最正确的答案 因为我们亲眼看到肠壁 到底有没有肠炎呢 有没有细肉啊 有没有肿瘤啊 好优点是什么呢 优点就是我们做肠镜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怀疑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直接抽出来拿去检验 如果有细肉的话 我们可以立刻用我们的仪器去切除掉 拿去做检验 那这个整个检查的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如果做肠镜呢 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 睡觉半个小时 醒来检查就已经做完了 而且如果说在肠壁上有一些炎症 或者说有些细肉 当时就可以解决掉 对 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细肉切除掉 为什么呢 因为直肠结肠癌呢 90%呢 就是从细肉引起的 内窥镜是检查结肢肠 是否病变的重要手段之一 内窥镜是一个配有灯光的管子 它可以经口腔进入胃内 或经其他天然孔道进入体内 利用内窥镜 可以看到X射线不能显示的病变 如细肉 肿瘤的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 一旦发现细肉就可以立即切除 对于有怀疑的部位 也可以立即抽取样本检验 同时检查过程是在睡眠的情况下 检查需要15至30分钟 快速并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因此它对医生非常有用 我们也听到一种说法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 这个是怎样来规劝病人 那通常来讲40岁 有人说40岁 就应该做一次这个肠镜的检查 这也是对于我们肠道健康的一种保护 大多数世界的直肠结肠癌肿瘤社会呢 他们所确定的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什么家庭病史 直肠结肠癌的病史呢 那你应该50岁 你一到50岁以上 就应该做个肠镜检查 在新加坡我们的卫生部呢 鼓励公民呢 就是45岁到50岁以上 就应该做个检验了 但是如果你有病史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比如说你的父母亲 有直肠结肠癌的病史呢 你就应该早一点做个检验 所以比如说你的父母亲 或者亲戚 50多岁就得到结肠癌 你就应该前10年前 就是说你40多岁 就应该做个检验了 如果自己本身没有家族遗传时 又没有什么表现症状 那么就可以通常在50岁以上 可以做一次这个肠镜的检查 及时了解自己肠道的健康 那刚才通过许医生的这个介绍 我们也对于截肢肠癌的 这个早期的症状表现 以及发病原因和多发人群 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那假如说啊 患上了这个截肢肠癌 现在医学上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呢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截肢肠癌呢 三生有幸 稍后来接着听许医生和您聊 三生有幸 由联峰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节肢肠癌虽然归类癌症 但是早期治疗对于恢复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治疗办法有哪些呢 三生有幸精彩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三生有幸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的来宾是 亚洲内静和腹腔静手术医生主席 新加坡截止肠手术医师协会会长 许志祥教授 来为我们具体的揭秘 关于截止肠癌这样一种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今又有哪些先进的医疗技术 来帮助病人逐渐地走向康复 同时呢该如何预防呢 那徐医生 我想接下来的这个环节 可能也是观众特别想了解的 就是对于节肢肠癌患者来讲 如今有些什么样好的办法 先进的医疗手段 可以去帮助病人 尽量地减少痛苦 延缓生命 我们知道节肢肠癌 是中国常见的恶性肿瘤 占中国恶性肿瘤的第四位 并有上升的趋势 因此很多患者就会有疑问 有什么治疗办法更有效呢 摆在患者面前的 有手术治疗 化疗 放射治疗 内进治疗 虽是说治病要因病治疗 但是患者到了疾病面前 总是显得无助而盲目 那么对于节肢肠癌患者 如何治疗才是最有效 最科学 最新颖的呢 如果我们一发现到 病人有得到这个 直肠或者节肠癌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 各种检验方法 去确定这是第几期的病 所以直肠结肠癌有分成四期 第一第二和第三期呢 就是说这个癌症 只是在肠壁内 还没有扩散到肠外的气管 第四期就比较晚期了 当然后果没有什么理想 第一第二期 第三期呢 我们怎么样分 我们是靠那个肿瘤 那个癌症 多大 多深 它深到那个墙壁 有没有通过墙壁 或者只是在墙壁内 第三期呢 就是说它还没有扩散到 肠外的气管 但是它已经扩散到 肠周围的淋巴结 那个就算是第三期了 最理想的医法就是说 动手术 把那个部分的大肠切除掉 然后把它结合回去 结合回去 结合回去 当然了 不然的话怎么样通便呢 对 所以我们切除的时候 手术切除的时候呢 要包括那个肿瘤切除掉 包括那个淋巴结 也要切除掉 手术后呢 应该加上化疗 有些第二期的癌症 病人 有可能需要化疗 比如说他们 是出现了 发现的时候 那个肿瘤阻塞 或者那个肿瘤破了 通通破了那个肠壁 这些病人 他们的风险比普通第二期的病人高 所以我们会劝他们加上化疗 通过手术和化疗之后 他这种存活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有得到癌症的病人 我们大多数会去吩咐他们说 我们五年生存几率是多高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是第一期癌的打肠癌 五年生存几率是超过90% 所以非常好 后果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第三期 发现到的是第三期 你通过手术和化疗 五年生存几率 大概是60%到70%了 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生活习惯不良 是加重肠道压力的元素之一 节肢肠癌治疗过后 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预防吗 三生有幸精彩唏嘘 假如说通过这样一系列的 治疗手段之后 那会不会有可能再复发啊 一得到癌症 医好的话 我们一定会 病人一定要 时常回来复诊 复诊呢 我们是要看 有没有复发的可能 因为为什么 如果复发早期发现呢 还有能医好的可能 复发的几率呢 最高是头一两年 头一两年呢 每三个月都要回来复诊 过了两年这一关呢 就半年一次了 半年一次 手术的这个成功率不错 但同时一定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要定期的到医院来进行复诊 让医生来管理你的健康 实际上对于观众来讲 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把工作做在前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来预防 节肢肠癌 因为目前我们医科症修呢 还没有确定说 OK 哪一 哪一种方法会 完全 预防 这个打产 所以我们会 建议病人都要 生活要 要健康 生活方式要健康 对 所以 饮食方面呢 你不要吃太油的 太多炸的 对 肉类也不能吃太多 尤其是红肉类 OK 吸烟呢 应该 不允许了吧 对 应该减少或者 完全不吸烟 饮酒呢 也是应该 不能喝吗 偶尔喝是不要紧的 我们不会鼓励病人 每一天喝酒就不好了 避免肥胖 对 新加坡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肥胖 是吗 跟饮食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新加坡的饮食 现在跟西方国家的一模一样 非常感谢许医生 今天在节目当中 带我们大家来全方位的了解了一下 关于节脂肠 这样一种疾病 同时也明白了 早期的症状表现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通过身体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 来及时的进行肠道的一个健康筛查 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 山山现香的时间来听一下观众的问题 这位观众说 许医生您好 我是家住上海的王女士 奶奶今年是85岁了 一个月之前要检查有节脂肠癌 CT和指检都没有找到出血点 那么现在有哪些保守一点的治疗办法呢 毕竟奶奶现在年纪也大了 不太想用手术的办法 大多数做外科医生呢 不是看年龄的 我们要看这个病人多健康 因为有些病人70岁就走都不能走 对 脏病糖尿病血压高这些 所以这些手术风险比较高 对 有些病人90岁还是很强壮 那这个年龄呢 没有原因说不能动手术啊 所以要看看个人的 我本身做过节肠癌手术 年纪最高的病人是95岁 他95岁每天都去打高尔夫球 自己驾车 所以没有原因说不应该去做动手术 这个病人虽然是85岁 但是直肠癌好像只是相当早期 因为CT还没有扩散到其他的细管 所以能医好的成功几率蛮高 所以我会劝这个病人说 如果他身体健康蛮强壮的话 应该考虑去做个手术 先医好看到底这个是第几期 如果需要加上化疗 到时还是可以考虑 目前过量的吸烟饮酒 缺乏体力活动肥胖 过量的食用过度加工的肉类 都有可能导致节肢肠癌 并有高达15%的患者 在早期没有症状 虽然没有可以完全预防节肢肠癌的办法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我们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 首先在饮食上 少吃生冷 辛辣 刺激性食物 避免吃红肉类 避免肥胖 尽量少饮酒抽烟 其次闲暇之余不要久坐 多进行运动 促进肠道蠕动 同时要有良好的排便习惯 好 非常感谢许医生 给这位观众一个及时的建议 就像刚才许医生所说的 我们还是建议他能够先到医院去 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和治疗 如果能有手术的方法 就用手术的办法 毕竟这样的话才能比较准确地 捕捉到这样一种病症 到了哪个阶段 采取一个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好 感谢许医生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会请许医生来给我们讲解 还有什么样先进的技术 先进的医疗方法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肠癌患者 让他们能够提高生活质量 尽量地延缓生命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珊珊锦囊 送您健康 这女性怀孕之后 很多的准妈妈都成为了家里的一级保护对象 孕妇朋友食用水果的时候 都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在妊娠早期出现妊娠反应 通常会导致女性出现食欲减退 而经常会想吃一些酸的东西 而酸味的水果正好会有助于改善食欲 这个时候我们不妨适量地吃一些羊梅 橘子 苹果等等是最好不过了 而到了妊娠的中晚期 水果可以在两餐之间食用 适当地多吃一些水果 对于预防或者是减轻妊娠般的形成 有比较好的作用 而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孕妇的血糖偏高 千万不要食用太多 比如像芒果 石榴这样含糖量高的水果 在血糖控制合适的情况下 低糖分的水果 像是火龙果 猕猴桃 柚子 适量的食用就不会出现问题 还有一点 如果要是孕妇朋友 曾经食用某些水果过敏了 那么在孕期啊 我们也建议您千万不要再碰了 因为每一次孕妇的过敏 都会影响胎儿的健康 吃对的水果 选择对的时间 才能够更好地有利于我们的健康 也希望我们跟您分享的 这样一些健康锦囊 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那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咨询专家 或者您有好的健康锦囊 想与我们分享 都可以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联系方式 就在屏幕的下方 或者是登陆我们在新浪的 官方微博 at 奥亚卫视 三生有幸 把您的问题和锦囊 通通与我们分享 我们都会请专家 来为您答疑解惑 如果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不仅可以获得 我们的养生专家 为您出的养生食谱 同时还可以获得 我们节目的光盘一份 真诚期待您的参与 好 感谢您收看 由联峰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三生有幸节目 联峰随时随地 关心您的健康 我是高山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三生有幸 由联峰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词 渗 一 词 词